新美式几岁国中管乐团演出2020电影票房冠军 日本超人气漫画改编的《鬼灭之刃》电影主题曲《红莲华》 这首曲目延然已成为各个管乐团必吹奏观众共鸣度相当高的神曲 包括土城国小管乐团机中管乐团都不错过 编曲者刘洋志老师在机中管乐团音乐会上担任影言人 分享孩子推荐电影因而编曲的缘由 而且在演出的过程中还要cosplay的桥段 让人惊呼鬼灭之刃的惊人影响力 我问他什么都不理我 但是我说要穿这个衣服 他就整个人好像那个眼睛那样紧紧 他是完全没一个人 所以各位粉丝们为什么 那个Seven会买很多鬼灭的签议 鬼灭的洋芋片 所以我觉得这可以好有意思 七岁国中管乐团举办音乐会 除了带来儿童界的热门电影曲目之外 同时也安排了瑞典流行乐团阿爸的经典曲目 每一首歌传唱至今历久不衰 让老少观众一包耳福 校方表示今年是校庆五十周年 以管乐团音乐会为先发 陆续展开系列的庆祝活动 昨年来一直非常支持我们 积水教育的我们的议员们 我们的民营代表 我们的社区 我们的家长 我们的有校 以及我们的非常多的 包括我们的后援会 我们的社区 非常多的这个仙人 还有我们的志龙等等 因为由于来成就了我们积水的教育 积水今年是五十周年 算是一个五十周年的这个非常喜庆的大日子 所以今天的这个音乐会 是揭开我们五十周年的一个序幕 校方以管乐团音乐会 作为五十周年校庆首播庆祝节目 并且借此机会宣布好消息 今年新北市学生音乐比赛 乐团拿下特优成绩 不但是连续十一年难能可贵的表现 并同时取得全国赛的入门票 为学校争光 也为这一群国中生乐团 留下最难忘的回忆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谢谢大家